好 在總統選戰結束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2026 我們要面臨到的是 縣市首長的選舉 好 我們來看到蘭茵現在 是不是已經開始在佈局了呢 好 劉和然還有李四川 會不會出來選 我們來看到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說呢 國民黨的人才很多 那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熟悉市政專業 他說新北是台灣的縮影 不是一下子你跳進來就能夠懂的 所以他也沒有明確的說 到底是誰要來接班 不過台中市長盧秀燕 他就很明確的說了 他是首次公開表態 他說江啟臣接下來要接班 一棒接一棒 所以看到盧秀燕市長這邊 已經很明確的點名 接下來接班人就是江啟臣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立法院炒完了國會改革法案 是三讀通過了 現在才華法會不會是 另外一個戰場呢 因為我們來看到 現在有17個縣市都喊窮 所以包含了新北市 好 現在是第一名 他們說600億嘛 桃園市這邊提出他們是500億 台中市300億 台北市200億 那宜蘭縣這邊是140億 所以加起來呢 這個缺口 17個縣市是高達了2600億 好 所以主記長呢 陳淑茲他就說了 國民黨版本的這個修正草案 他說中央呢 要多釋出5777億元 這個對他們來說太困難了 總預算編列是有困難的 連舉債都沒有辦法 好 那財政部長莊崔雲 他有被問到嘛 是否會提出行政院版本的修正草案呢 好 他回答說 目前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表 好 所以看到盧修院 他就說了 過去地方政府沒有這麼窮 25年前修法中央 從地方拿走了15% 造成每一個縣市 自有裁員不足 以及預算短缺 所以呢 現在希望可以恢復 原先地方是留40% 那中央是60% 所以希望是4比6嘛 好 苗栗像中東景這邊他就提到說 建議中央可以先把這個餅 給他做大一點 地方則是參照竹北市的經驗 積極的招商來開創地方稅收 來改善財政 好 所以國民黨團 立法院黨團這邊他們就說了 所以呼籲呢 好 應該要中央跟地方的收入 是恢復6比4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並且要求說中央要釋出 大約是5133億元 要給地方縣市 好 立委李燕壽 他就提到說了 財化法修正迫在眉睫 刻不容緩 行政院現在是裝睡覺不行嗎 總統賴清德 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也曾經有呼籲要修法哦 難道卓是金飛嗎 好 不過綠營這邊看到他們的黨團 總召柯建民 他就說藍白現在又要來破壞執政了 民進黨是不會提案的 所以他說了主張在多開機場的工廳會 把話講清楚 沒溝通好以前呢 提案只會是徒增困擾 好 不過媒體的陳輝文他就說了 日前民進黨在立院呢 往這個主席台是丟很多垃圾代碼 當初鬥的人是誰 民進黨想對話就對話 想亂就亂是在哭哦 好 看到這個是陳輝文的說法 好 所以藍白現在是聯手要提案 修這個財化法嘛 那剛剛有提到17個縣市都有加入囉 包含了綠營執政的縣售 包含陳其邁還有黃偉哲 他們也都是支持修法的 那對此行政院長主隆太就表示說 願意討論 國家預算怎麼分財公平 原本財化法規定同籌分配款 中央地方各佔比6比4 但修法之後卻變成了75比25 地方以下少了15% 藍白聯手提案要求中央 釋出15%的稅收 大約5133億元給地方政府 恢復到原來至少要6比4 不管藍綠 在地方政府 大家都有共識 從地方拿回去給中央的 財化法應該重新做好分配 希望能夠中央快速把財化法輸定 不只中央和地方配比不公 從111年度 中央易住地方的財源來看 六都當中獲得中央易住最多的 近市高雄 人口只有272萬人 獲得的預算卻比人口400萬人的新北 多了28億 台南人口比桃園少了超過40萬人 預算卻足足多了40億元 這是一個不公不義又不仁的版本 整個顯得完全的不公平 中央執政的優勢 當然是看政黨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拿大量的錢去養為他們執政的縣市 這就是台灣長期以來地方不公平 台中它人口早就超過高雄 台中只有一條捷印 高雄三條 前瞻計畫在補助 台中128億 高雄大概1400億 當藍白十六縣市達成修法公事 陳其邁 黃偉哲等綠營首長也贊成修法 中央到底修不修 我們願意討論 中央跟地方一定要站在互相幫忙的立場 才華法爭議20多年無法解決 這場前動藍綠縣市的裁員大戰 芳心未愛 這張明晴珍SN小組採訪報導 這張明晴靠市的裁員大戰 賺是從令人通知 都在這方面 第一條 艦星人大戰 每次都在認知 是自然最為旅行的 衛生中 也是最為旅行的